谷山分局于113年4月29号 零时30分发现在五谷路与五山路 人行到前方有不明人士不顾南方鞭炮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引入雕业间事件并于一小时内 同时高明到案 高明到案后精神状况不佳并坦诚 因为心情不好 其于谷山区某拉面店有债务纠纷 驻购买鞭炮至拉面店南方后 再次谷山路与五福路 人行到前方南方 警方调查后 高明涉嫌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 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六十三条 依法就办 令高明逆向心事交入违规部分 本分局议会依法举发 本分局呼吁对暴力联绒人 公布允许任何对机关做出危害的行为 如有违法依法严办绝不宽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